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 大陆新版护照纳入台湾景点 加上矮化名称 引发台湾朝野反弹 海集会董事长林中森今天表示 他已经当面向海协会长陈云林表达立场 但是对方说改护照的理由是出于时髦 对此朝野立委都批评 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说法 要求台湾政府拿出抵制阴影 中国大陆新版护照纳入台湾景点 引发反弹 海集会董事长林中森 日前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当面交涉 他表示 林中森一去大陆会重视处理 结束媒体质疑 朝野立委都不能接受 我实在是听不懂他这个北京当局的意思 因为这个护照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 似乎跟时髦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我也看不出现在全世界有这样子的一个飞行存在 我们不晓得是装可爱还是装糊涂啦 人家随便跟他讲一个时髦他就回来再讲难怪说他碰到贾静林主席去跟他讲说报告主席 领土变成自己的然后印上去然后就一句说时髦说这个民间自己说做的这样的说法你去看菲律宾接不接受你去看越南接不接受 陆委会曾经表示一周内要研议禁止新版大陆护照 但至今还是没下文 近来反矮化反统战的声音显著 台联党团今天也召开记者会 针对国台办副主任孙雅夫在台多个城市 质疑孙雅夫来台不是单纯的学术目的 而是宣扬一中统战 邢陶人亚特电视张元廷卢天长陈真 台湾台北报导